好 那么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 CSRF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呢 找到我们这边啊 找到我们这边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 项目啊 我先把它停掉 把它停掉啊 我们这几个页面已经都做好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址啊 叫eveconfig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本机的IP地址 对吧 之前我们监听的都是这个 127.0.0.1 现在呢 我要监听 这个啊 就127.16.179.131 我在这边呢 直接叫python啊 managerpy出一个run server 然后呢 写上这个地址 写上一个8000 好 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这个浏览器 是不是就监听它了 对吧 这是我们现在在我的Alban2上面 跑了一个网站啊 好 下面呢 打开我的windows虚拟机啊 我现在打开这个 windows虚拟机之后呢 哎 我要用我windows的虚拟机去访问我Alban2的网站啊 OK啊 那你看一下啊 注意我这个网站你们访问不了啊 只有我的虚拟机能访问啊 你看一下 我这个 我这个IP地址呢 它是172.16.179.131 然后我windows的IP地址呢 IP config啊 IP IP config啊 那么我这个呢 是172.16.179.152啊 所以呢 我俩是在同一个网段上面的啊 我可以访问我的这个网站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访问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 首先呢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 插入这个地址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就是172.16.179.131 哎 它里面呢 有一个登录页面 对吧 哎 我直接 登录页面 好 这里面是不是把这个页面给我显示出来了 对吧 显出来了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请求 好 那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登录啊 进行一个登录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的这边有一张图 我要对照这个过程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啊 比如说 把这个先拿掉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先缩小一下啊 OK 那么我们就对照这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啊 首先 当我去敲入这个地址的时候 哎 我这边有一个图 哎 找到这个 下面啊 这边有个图 对吧 首先 我通过 我在这两期去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哎 是不是访问我这个奥班图这个网站 对吧 奥班图这个网站啊 我一访问的时候 他最终是不是给我返回这个登录页面 哎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这个 敲入地址 他给我返回这个页面的过程啊 那么有了他之后呢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登录 哎 输入这个用户名 哎 输入这个密码 对吧 输入这个密码 那么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我输入这个用户名 输入这个密码的时候 哎 右键检查啊 我一点的时候 找到这个network 我一点的时候 他先访问哪个地址 访问哪个地址 好 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表单这个地址是什么 表单地址是不是logincheck 把你点的时候他会访问logincheck啊 注意啊 点击登录 哎 这边是不是访问这个logincheck啊 看到这边 那把这个放大一点啊 在这边是不是先访问logincheck 那么访问logincheck 注意啊 就突然呢 访问logincheck 在logincheck对应的试图里面呢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 哎 登录的验证 对吧 登录验证 你看到啊 这个验证呢 找到我们这个代码找到这个 views啊 找到这个logincheck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获取这个用户密码 是不是进行一个验证 好 验证用户密码正确之后 我们是不是保存了两个session 一个呢 是这个登录的状态 islogin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登录的 用户名 啊 登录的用户名啊 那对应到我图上面就是验证成功之后 我要在这个表面 是不是保存两个session 一个是islogin 一个是我登录的用户名 好 下面呢 我就要进行一个返回了 对吧 返回的时候呢 你注意 我们在这里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重定项 让浏览器访问我们的change pfd啊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边就是 哎 返回的时候是让浏览器重定项访问这个change pfd 并且告诉浏览器你需要去保存session id这个cookie 因为session id里面这个cookie对应的值 就等于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啊 唯一的标识码 那你看一下 找到这个login check点开之后 看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session id 看到没有 哎 有个session id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让浏览器访问之后 浏览器是不是 让浏览器重定项访问 浏览器是不是就访问了 最后呢 我们给它返回了一个修改密码的 页面 哎 就是我们这个页面对吧 就这个页面啊 然后呢 下面的话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修改这个密码了 修改这个密码 你说这个456 下面点击确认修改 那么这个点击确认修改 访问哪个地址 看一下原代码啊 访问这个change pwd action 对吧 哎 你点击啊 确定 哎 他就会访问这个change pwd action 那么这个时候 哎 他是不是 哎 给你返回一个内容告诉你 smart修改密码为456 对吧 然后啊 你注意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们输入这个密码 点击确认修改之后 浏览器呢 就会访问这个change pwd action 然后呢 他这边在处理完整之后 就给我返回一个修改结果 就是smart修改密码为456 哎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个过程啊 那么下面呢 哎 你注意啊 这是我们演示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通过我的浏览器去访问我正常的这个obuntu网站 那么下面呢 就是在我这个电脑上啊 你注意 在我这个电脑上还有一个网站啊 我已经跑起来 这个网站呢 里面有一个界面啊 叫做localhouse 下面有一个index.html 哎他上面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你注意 他上面只有这么一个东西 哎 这是我 这个网站呢 是我这个电脑上的另外一个网站啊 另外一个网站 就跟这个就没有关系了 哎 我一访问他的index的时候 他给我返回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呢 有一个点击的按钮 他让我点击一下 对吧 那么我点击一下 你注意啊 我点击一下 他会发生什么 点击 哎 你看到啊 你点击的时候 这边出现一个问题啊 直接给你返回一个内容 告诉你smart修改密码为 七八九 那么 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所要给大家出的 这个csrf的一个 伪造啊 csrf的一个伪造 哎 你居然发现啊 你访问的不是同一个网站 结果我一点击他的这个按钮的时候 他把我之前登录的这个用户的密码呢 给我改掉了 给我改掉了啊 这个的话 如果是放在真正的这个 网站的上的时候 你想一下你的密码 你不知不觉的时候 对吧 哎 你访问了另外一个网站 哎 他给你返回一个页面 上面有一个按钮 或者有一个图片 哎 你让你点一下 哎 你点 你的密码被改掉了啊 你密码被改掉了啊 这个呢 他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csrf的一个 伪造啊 csrf的伪造 叫做跨战请求的伪造啊 跨战请求的伪造 那么这个伪造啊 他为什么能成功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首先最重要的这一点呢 就是还是你用你的浏览器 你先登录的这个正常的网站啊 你先登录一个正常的网站 你登录之后 你并没有去退出 你并没有去退出啊 你并没有去退出的 就是你的浏览器 他一直保存着这个session id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又不小心点开了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第三方的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他给你返回了一个页面 对吧 在这个页面上啊 他给你返回一个按钮也好 是一个图片也好 然后你点击这个东西 这个请求是发到哪里呢 是往你之前登录的网站上面 发啊 往你之前登录的这个网站上面发 那么就造成 他可以呢 伪造你的身份 修改你的密码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我做的这个 windows网站上面 这个页面里面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啊 右键 查看 网页源代码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表单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表单啊 那么这里面 这个action是谁的地址 是不是我们 obuntu网站的地址 对吧 然后呢 我在这边 你看到我这里面 你访问我 只给你显示了一个按钮 但其实在我的后面呢 我写了一个 我写了一个隐藏域 对吧 隐藏域的这个name呢 就叫pwd value呢 就等于 七八九 就我完全模拟你这个网站 修改密码的一个表单啊 我但是我显示给 你看的时候呢 我只给你显示一个 按钮 我就让你点击一下啊 你只要一点击 你的这个密码呢 就被 改变了啊 就被改变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csrf的一个伪造啊 那么csrf的伪造里面呢 有这么两个 关键的点啊 关键的点 第一个呢 就是你登录 你登录啊 正常 网站之后啊 网站之后 那么 你的浏览器啊 你的浏览器啊 那么保存了啊 保存了 你的浏览 你的这个 浏览器 那么它保存了 session id啊 保存了sessionid 保存了sessionid 而且呢 你没有退出啊 你没有退出 你没有退出 好 第二点呢 就是你不小心访问了 你啊 你这个 你不小心 访问了另外一个网站啊 访问了 另外啊 一个网站 那么 并且 对吧 你访问了另外一个网站 它给你返回了一个页面啊 并且 你还点击了页面上的东西啊 你还 并且你 点击了 页面上的啊 东西 OK啊 按钮也好 按钮或者图片啊 或者其他的啊 按钮 等等 那么这里面就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两个啊 csf 伪造能成功的两个关键点啊 它为什么会 能够修改你之前登录的用户的密码 第一点呢 就是 你用你的浏览器 你去登录这个网站之后 你没有退出啊 你没有退出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 你不小心打开了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上面给你返回的页面上啊 它呢 有一个按钮也好 有一个图片也好 然后呢 返回这个页面之后呢 你还不小心点击了这个 按钮 如果你不点击这个按钮的话 它能不能修改你的密码 没有啊 它不能 那你要注意 这个 第三方的网站啊 它 其实它没做其他的啊 就是你访问 你访问它的页面之后 它给你返回了一个页面 只不过 它在这个页面上给你写的这个地址呢 是 是你之前登录的那个网站的地址 它什么都没做啊 它就做了这么多 你访问它的时候 你访问它的时候 它给你返回这么一个页面 在页面上呢 它写了一个地址 是你之前登录的页面的地址 那么 你呢 一点击 就把你之前登录的这个用户的密码呢 修改了 修改了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伪造啊 这叫做跨站请求的一个伪造啊 就本来你访问的是这个网站 对吧 结果你点击 往你之前登录的网站上面呢 发了一个 请求啊 这就叫做跨站请求的伪造 那么 这里面之所以能够成功呢 是因为 我们已经关闭了啊 这个 将过防止CSRF攻击的一个模式啊 那么其实将过本身 它其实呢 是打开了这个CSRF的防护 那么 你只要把这个打开 它就打开了CSRF的防护啊 就是将过啊 它呢 默认启用了啊 CSRF 保护啊 CSRF保护 防护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现在在这边打开之后 你看一下我们还能不能成功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里面 我刷新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点击这里面登录 看到没有 这里面是不是 刷新啊 点击 是不是禁止了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过去 对吧 它也不会跟你说 你这个用户的密码修改了 那你比如说这是我们的防护啊 那现在呢 我就用我这个浏览器 我正常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我看一下还能不能改变啊 我还是我们去访问这个 CNJ PWD啊 PWD OK 那么回上 好 显示这个修改密码页面 对吧 我输入一个456 我现在点击进行修改 你看我正常访问这个网站 能不能行啊 点击 OK 是不是也不行了 那么这个为什么也不行了啊 哎 江沟本身 它是启用了这个CSRF防护的啊 它这个防护呢 你注意 它只针对啊 只针对 POST提交啊 只针对 POST提交 它只针对POST方式的提交啊 有这种防护 所以 所以重要的数据呢 你就用POST提交 因为GET呢 没有这种防护啊 那么 然后 我们要给他说呢 就是 现在呢 我们发现 我们本自己访问自己的网站 也被防护了 那么怎么做 你就需要呢 在你表单POST提交的时候 加上一个标签 哎 就是凡是所有POST提交的时候 你要加上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叫做 CSRF Token啊 哎 这个表单是POST提交 我要在表单里面 加上这个CSRF Token 那么 下面的这个 亲近PWD呢 它也是一个POST提交 我也要在这里面 加上一个CSRF Token啊 那么 等我加完之后 哎 你看一下 我们回过头来 我再去访问这个页面 它能不能行啊 输入一个Change PWD 好 回事 显入这个页面 对吧 下面输入这个密码 456 点击确认 哎 是不是可以了 然后呢 看再看一下我们Windows这个网站啊 直接出这个 Localhost的啊 然后呢 出一个index 好 点击一下 哎 能不能行 这样的话 这个第三方的网站 是不是就不能修改我们的密码了 对吧 现在呢 我们就禁止了我们的CSRF的一个 哎 伪造啊 CSRF 伪造 那么这里面就是将购的默认啊 它已经开启了这个CSRF的防护 就是在在你的项目里面呢 这个SATIS这边有个 Amit of Classes啊 第三项是默认已经打开的 它一打开呢 就是启用了这个CSRF防护 这个防护呢 只针对POSE提交 所以你重要的数据啊 你就用这个POSE提交 哎 那么但是呢 在你你为了防止 直接访问本网站也不也被也不能提交啊 你需要在表单页面的时候 如果表单是POSE提交 你需要在表单里面呢 加上一个CSRFtoken的标签啊 加上一个标签啊 那么这是它的防护方式啊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的一个防护的原理 它的一个防护的原理啊 它的防护原理什么原理呢 就是啊 首先第一点 渲染模板文件的时候 你在页面上啊 写的这个CSRFtoken的标签 会被替换为一个名字叫做 CSRFmedalwaretoken的一个隐藏域啊 隐藏域 然后啊 服务器呢 还会交给你的浏览器 保存一个名字叫做 CSRFtoken的一个cookie 那么然后在你去提交表单的时候 这两个值都会被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的就会进行一个比对 如果一样的话 CSRF验证通过 否则的话就给你报一个 403啊 403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呢 我把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清掉啊 找到找到我们这里面的清除啊 把它里面所有东西都清掉啊 清掉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重新来一下啊 比如说 好 我们访问这个 哎 login这个页面啊 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右键检查啊 找到这个 nicework啊 我访问这个login页面 首先我们直接访问这个login页面 OK 这里面是不是显示这个页面了 那我们注意啊 在login这个表单里面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写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边写的时候 哎 在这个login这边 哎 是不是加了一个csrftoken 对吧 这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在模板渲染的时候 会把它替换为一个隐藏域啊 这个隐藏域呢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右键查看网页 原代码 哎 看不看到这边多了一个标签 看到没有 哎 是不是type有一个隐藏域 这个隐藏域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csrfmidwall token啊 他对应的值是他 对应的值是他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在去渲染页面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标签替换成这么一个隐藏域啊 替换为这么一个隐藏域 然后呢 你注意 在点击login这边 点击login这边 好 那么他还会让我们的浏览器呢 去保存一个名字叫做 csrf token的一个value token的一个cookie对吧 那么这个cookie的value值 你注意他的值 看一下啊 他的值 跟这个值 他俩呢 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么 然后呢 现在 我们在这里面 输入这个用户名 输入这个密码 那么你点击登录的时候 哎 这个表单里面呢 所有元素 是不是都会被提交 那么这个隐藏域 是不是也会被提交 好 同时的话 我们也说 你访问呢 是这个网站 那么跟这个网站 相关的cookie 是不是也会被提交 对吧 所以这俩值都会被提交啊 当这俩值 提交给了我们的 往 将沟框架之后啊 那么将沟框架呢 就会对 对这两个值呢 进行一个 对比 如果一样的话 你的csrf验证 通过 否则 失败啊 就给你报一个 禁止的四名三 那么 知道这个之后 你就知道啊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login index这个页面啊 他不能再提交成功了啊 会给他报一个四名三 对吧 那么比如说 你在这边点击 你看一下啊 右键 还是呢 去查看 检查 找到这个network啊 点击 点击的时候 哎 他确实访问了 这个地址 对吧 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点开之后 哎 你看一下啊 这个csrf2k的cookie 是不是被发过去了 虽然发过去了 但是 我们的这个页面上 有没有这个隐藏欲 有没有这个隐藏欲 哎 你看到啊 常委员代码 有没有这个隐藏欲 没有啊 没有 所以呢 这俩值 对吧 我只有他 我找你这个隐藏欲 我找不到 哎 我这俩一对比呢 你就失败 就最终给你报了一个 403啊 哎 这就是我们csrf 将够防止csrf 伪造的一个原理啊 一个原理 就是这里面的原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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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